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 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 欢迎在上海问候各位 由于上周五全球市场 都是受到了英国退欧公投事件的影响 全球的市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咱们的A股 当然也是在盘中 有过这样一种激烈的震荡 可是我们成功的是 在探到了2807点之后 有一个这样收复的动作 虽然说上周五在盘中 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收复 而且还有下一线 可是如果从我们的仓位的调查来看 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偏谨慎的 谨慎的理由 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大家可能也会想 这样的一个风险事件 未必在一天的盘中就消化掉了 咱们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 后面的这个市场 还是要小心一点 哪怕在节目当中 我们的四位嘉宾 都是选择认为 那一天的调整和震荡 其实给A股挖了一个黄金坑 但是咱们这个市场 其实在最高的检验的一个标准 如果看看今天这个市场的走势 那一天绝对是一个黄金坑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问题在哪儿 咱们来看看市场的走势 上周五既然已经看到了2807点 能够收复 其实就是一个收敛 三角形的一个下边沿 不仅是上证指数 创业班也是同样的一种走势 那么对于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 稍微谨慎一点的 其实还是有这样一种预判 认为这个消化风险事件 可能在盘中 还是要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 或者说空间的释放 适当地来回踩 或者确认一下下影线的位置 之后选择向上 但其实今天开盘的点位 就是一个最低点 就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 这一根大阳线 有没有让之前 还是偏谨慎的情绪 慢慢地变得谨慎乐观起来呢 但是当你今天 如果开始再谨慎乐观 是否还来得及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样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A股这一段时间 都是有这样一种规律 拉一个旗杆 这个旗杆要不就是白点长阳 要不就是40点 这样的一种长阳 1点多的涨幅 但是当这个旗杆拉完之后 它就开始飘其面 震荡盘整7个交易日 第一次白点长阳 7个交易日出现了快跌 然后再来一个40多点的中阳线 然后再盘整7个交易日 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 今天呢又是这样一根 40多点的中阳线 问题也就来了 这次拉完了这根中阳线之后 我们是能够继续飘其面 还是这一次的这个走势 其实有可能会连续的拉出两根 甚至更多的中阳线 我们有可能会突破 3097上方的这个压力的连线吗 前面几次 没有一次是突破的 如果大家还是倾向于之前的这种规律 那也就意味着可能 你不太再着急进场 如果你踏空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住 上周五这种砸出的黄金空的 这样一种机会 那还有时间 或者说还有好的机会给你 但是经过了这几次的验证 大家会发现 好像每一次的风险事件在盘中 都是一次可以让你简陋 或者说让你去把握黄金空的机会的时候 每一次把力空消化了 完了之后 如果A股都能选择向上 这一次会不会直接向上突破呢 这是对于A股而言 给大家留下的后世最大的一个悬念 如果对于全球市场而言 我们的A股应该说什么呢 A股这边风景独好 真的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影响 看个全球市场都是一片震荡 只有我们的A股上周五能够探体回升 今天反而是直接反包了 而且还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高点 就前面平台一直横着 而且从指数上来看呢 也有向上攻击的这样一种意愿 似乎产生了 但是如果说后面的空间还是有限的话 是不是还是要拉个旗杆 漂旗面 还是已经把很多的利空在盘中的慢慢的消化 大家得到了这样一种一致性的预期 跌不下去了 可能会迎来比较大的指数的 或者说个股的活跃性的机会的把握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 今天收出的这样一根中阳线 您觉得是不是一个突破的信号 到底算不算是突破 两个选项 A是 利空已经消化了 而且信心也恢复了 向上突破 一触即发 B不是 外围市场仍然没有稳定 所以我们的A股还将接受考验 上周五考验了一次 我们成功了 今天还是继续能够低开高走的态势 我们是要继续消化这些种种的利空 还是这次有可能向上突破 一会儿来看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个 也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 他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李静音老师 郑敏老师 还有许敏一老师 欢迎三位 风景这边独好 先来听见李老师的观点 咱们这A股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就是跟爹 不跟涨 这次我们是撇开人家自己涨 这种涨的态势 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觉得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的信号吗 这个二者必须其意 我也蛮难选的 我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第三种是什么 我认为从去年股灾以后的 5178到2638 如果是战略退缺的话 随后几个月就围绕这2850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个相持阶段有时候会有反弹的 有时候会有横盘的 但是一般来说战略相持阶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好 一会儿来给我们详细说说 为什么是战略相持的阶段 也就是说您倾向于跌肯定跌不下去了 但是这种震荡的行情可能连续的突破 这种概率比较低 一会儿来说观点 郑老师让您来说您一直也都看得比较的乐观 您觉得我们这次会连续向上突破吗 这个我跟李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 也觉得不够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上次我记得来这儿做节目的时候 是6月13号 当天指数是出现一个大跌 当时我就在这里说很多的个股 它其实那个跌停板都是假的 很快就会收复失地 但是今天经过这样的上涨之后 我反而是对后市还是抱有一点谨慎 我认为现在开始就向上突破 3000点 3600 这不太现实 不是现在就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盘底的过程 哪怕它明天就冲破了你刚才说的 下降压力线 对 下降压力线 它也是一个震荡驻底的过程 不可能马上突破向上 那为什么这次就是国外它这么跌 我们在国内看到A股 它基本上就不跌了呢 这还是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统计的 资产证券化率起了作用 就当时我一直在说 我们A股的资产证券化率 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现在人家跌下来了 人家资产证券化率就上升了 然后我们这边 本来人家是很高的 但是人家也开始慢慢地下降 跟我们来进行接轨 因为我们这边是很低的 所以说他们跌掉一点 问题不大 我们还是沉在水底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还是一个震荡 驻底的一个阶段 那大家其实应该去 其中去好好地选各股的机会 对 对 好 徐老师如果选择的话 您选哪个 我倒直接选这个A好了 因为目前的短期 估计会有一波比较好的 向上一波攻击 虽然走得不会很高 但短期因为一方面是 你看整个六月份 在2800左右有一段的盘整期 这段盘整期相当程度上 已经急剧一定的动能 第二方面 当然最近的事件的出发 包括英国的脱欧 虽然我们中国人相信说 喝酒必分 分酒必合 但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他就要这样子走呢 但是如果站在我们 国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种事情 对中国来讲 面临着一个战略的机遇期 所以往往有一个事件出发 行情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 这一次正好这个事情就来临了 所以我的判断是 盘整有一个阶段了 那么现在事件出发以后 会短期向上来跃升一段 好 今天这个观点 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有一点点的分歧 就是接下来涨 这个节奏 或者说涨的这个空间 应该怎么去判断了 稍后也来看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会怎么选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在这个风景这边 读好的背景之下 咱们也是一片红彤彤的表现 全线上涨的红周一 上升指数1.45%的涨幅 2895点 中小板2.37%的涨幅 创业板自然是涨幅更大的 3.03%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除了指数的表现之外的 成交额的变化 当然大家觉得说向上突破 有难度或者制约反弹空间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必然要考虑到成交量的问题 今天护士两次加一几 是5830亿的成交额 如果说和上周比 其实上周五来比 那是略微缩量 但是有前面几个横盘的交易日的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还是放了一些量 而且创业板今天这个量放得也比较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涨停的加数 今天涨停加数 最近五个交易以来 最多的一天 77只个股涨停 只有一只个股跌停 唐德影市这富排出来跌停的 终止了重组 所以如果说市场自发跌停的 没有 就表明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赚钱效应 最多的气氛都是比较活跃的 我们再来看看赚钱效应 又看到了一个应该说相对比较高的 一个赚钱效应的数字 97% 上涨的2488家下跌的只有75家 所以如果从赚钱效应而言 至少从前面来看 一般当你看到90%以上的赚钱效应的 第二天赚钱效应一定会下降 所以这个未必会能够一直持续 只是它下降的比例不一样 有的时候下降到30% 有的时候下降到50% 但如果明天市场选择继续向上突破 那可能这个赚钱的效应 还会维持一种高位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信号 到底算不算是个明确 为什么要讲今天 到底有没有这种突破信号呢 因为你看整个六月份 利空的事件非常多 我们在不断地消化这些利空 但是我们看盘面 消化利空的方式是什么 就跌完了之后 几个交易之后都能够反包 就表明一直在测试底部的支撑 都是有效的 既然把很多的利空都已经消化完了 而且如果看着收敛三角形的话 似乎也必然到了一种选择方向的阶段 上面也碰到了上轨 创业板其实同样也是碰到了一个上轨的位置 下轨考验了几次 似乎都是有支撑的 如果上不去 那是不是还要在这里面继续震荡 还是说这次有可能向上突破 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 来听听李老师的观点 您倾向于是一个相持的一种状态 怎么去理解 您判断后市是如何运行 因为从去年开始 股灾之后就进入了稳定阶段之后 就是自我修复阶段 那么自我修复阶段到底有多长 那么我们从刘思雨主席上任的 2月20号2860 四个半月就涨了35点 说明这个相持阶段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如果我们再长一点看 去年8月27号看到了2850 今天是6月27号 也就是说十个月 我们始终在2850左右徘徊 就是显示了市场一个稳 那么反过来也说 既然大家的成本都在2850 那么每上行一步 做短差的获利盘 它就会拥出 第三个理由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现在我们看到有互股通 它有时候会连续进 有时候会连续出 然后在大跌的时候 看到国家队和保险资金 大量的买进上证50ETF 像上个周五 如果没有大量买进ETF 2807是守不住的 那么大量买进的话 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大幅上涨 那么理所当然它会减半 那么国家队和保险资金 50ETF互股通 就起了一个加板的作用 这个烫平市场的波动 所以涨幅过大的时候 不要太乐观 低幅过大的时候 不要太悲观 所以这个市场 有人在逆向操作 所以这是我感到的 谨慎乐观的一个理由 但是为什么还是乐观呢 因为这个市场呢 它这个底部在缓慢的抬高 这个周末呢 有一个事件呢 就是武钢和宝钢 就是双双重大资产重组 那么跟前期的煤炭行业的 资产重组一样 它会起到一个驱产能去过剩的过程呢 它会可能会提高煤炭产量价格 钢铁的价格 对我们增长是有好处的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一类相关的股票 今天大盘能涨那么多 跟钢铁煤炭也是有力气关系的 那么这一类的股呢 通过供给侧改革 会把大盘的这个原先的平台 这个水位抬高 所以呢 这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第二呢 六月份 我们的股市经历了三大离空的冲击 首先是美国的一个月一次疫情 第二呢 就是MSCI MSCI落空 第三呢 就是史上最严的借核标准退出 第四 英国脱欧 对 如果这十大离空 放在三个月前的话 星期五 包括今天应该是千古跌停的 是吧 反过来证明 该跌不跌 利盈看长 那利盈看长 您看的也谨慎 您是指指指数的空间有限吗 因为我认为下半年多数时间是在 2800点到3200点的相机里 现在没有上3000 难言这个强平衡状态 还是弱平衡状态 那您觉得短期具备向上攻击前高 或者是3000点的这个概率吗 或者说条件吗 因为像您刚刚说到几个 比如说获利盘会涌出 包括如果说国家队的话 它可能稳定这个市场 有拖的 但是也有抛的 是吧 有甲宝那种效应 但你看已经都到了这种收敛的一个末端了 总归要打出一个空间吧 既然下方的空间被封杀了 那是不是要先选择向上打出一个空间 获利盘也开始涌出了 比如抛盘 管它哪的也开始涌出了 那么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是现在的60天线是2922 对 这个半年线 120天线大概是2928 2930这样的左右 我感到突破了这两个位置的话 就是弱平衡打破 可能稍微强一点的平衡 我们再来看 另外呢 很多人认为 这个五六千亿成交量不够 我感到对成交量要需要有重新认识 为什么呢 一方面厂外配资融资大幅减少 成交量减少 另外呢 我们不能忽视的 我们的国家队有三十万亿的筹码 相当于百分之十几的空了盘 也就是说国家队举了大盘的盘 一般个股举盘是百分之五 我们国家队已经举了百分之十几 就把流动性大量的缩小 那么让很多人会跟风作多 然后抛盘减少 所以五六千亿的成交量 我感到是正常的 即使这个成交量 还是美国股市的三倍的成交量 我感到 我们不指望成交量很大 也不指望指数长得很快很高 主要就每个人凭智慧 能够让你的个股来跑赢指数 这才是重要的 对 我们就像您说的 不指望指数的空间有多少 也不指望成交量有多少 然后大家去寻找个股的机会 但是这个个股机会寻找的前提 就是说市场认为 下跌的空间被封杀了 对吧 市场是稳定的 所以大家才会积极地寻找机会 自然也会看到 今天涨停的价数 是最近五个假日以来最多的一天 但当这种情绪 开始被调动起来的时候 市场会有一种怎么样的走势 我们再来听听郑老师的观点 您觉得 如果说咱们也不希望指数长得太快 对吧 但是您觉得具备突破 向上的这种可能性吗 或者您觉得上面的空间 是不是到哪个位置上 就会有压力了呢 我觉得向上的话 应该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 60天线 120天线 都在基本年限制了 而且他们虽然是压在头上的吧 那个线还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我感觉到向上的压力 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呢也不用太过悲伤 就是它下面的那个支撑位 也是越来越高了 我们第一次看到是2638 我很快就在三月初 就说2638是年内的低点 但很快我又被 就是感觉到 未来的两三年的最低点 也不可能再向下突破2638了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781 两次2781之后 我说2781不会破 但是第三次变成2780 还是被守住了 就很明显 现在这个国家队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严防死守 2800点是不可能被穿掉的 所以说向上是有阻力的 向下呢 它也是有很强的支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投资者是应该以个股为主 就是撇开大盘做个股 因为大盘它至少是跌不下去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最近段时间 就写了我们国员的 2016年的下半年宏观报告 在宏观报告当中呢 我认为英国脱欧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最重要的是美元加息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害怕 认为美元加息怎么办呢 那我就把美国 它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 一共出现的五次加息周期 全部罗列了一下 只有发现中间 1994年到1997年 那么还有就是1998年到2000年 如果把它看成是 两个加息周期在一起的话 会发现94年到2000年的 这段加息周期 它确实引起了亚洲金融危机 和拉丁美洲金融危机 其他的时候 美元加息并没有引起 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变化 但是为什么94年到2000年 会有这么多的国家 发生金融危机呢 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 它外在率太高了 我看了一下像 这个发生金融危机的源头 像泰国 马来西亚等等 当时的外在率都超过50% 甚至高的时候超过100% 拉丁美洲也是这样 那现在我把全世界的外在率 全部都看了一下 我发现发达国家的外在率 倒是很高的 比如像美国 它2004年的时候 外在率只有66% 就是外在占GDP的比重 是66% 现在呢有96% 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断地加息 对美国自身也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下半年即使美元加息 大家也不用太过害怕 发生金融危机的 就局部性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小 因为之前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那些国家 我查了一下 它现在的外债率都在30 甚至更低 2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概率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从资金的方面 一直在这里讲 大家不要看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多少 就M2增加了多少 我们要看什么呢 M1-M2的这个喇叭口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有活性的货币 这条数据啊 现在直到5月份 大家都说货币供应量下降了 M2下降了 但是这个有活性的货币 它还在上升 已经连续上升11个月了 所以未来的行情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就是整个市场上啊 是不缺资金 更重要的是 我发现整个市场上 现在机构非常的活跃 你看有一些股票 它是连续的上涨 而且机构都是上榜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从行业板块来看 我们可操作的空间 是非常大的 类似于2013年的行情 2013年 我记得指数开盘的时候 是2200点 冲到2400点 大盘指数又跌到了1800点 6月份的时候跌到1800点 但这个时候 很多的中小创的股票 都翻倍了 比如说手游 手游是个典型的例子 它翻了10倍在那一年 很多股票 对 翻了10倍 就是因为大家 找不到很好的标的 所以手游它炒了又炒 还有一个就是 前期股灾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锂电池 锂电池就是 大家找不到标的的时候 锂电池它涨了又涨 所以说未来 我们就要找 下一个锂电池板块在哪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稍后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下一个锂电池的板块 在您看来是哪个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也有很多的板块 反复活跃 集成电路也好 软件也好 OLED也好 包括之前也有虚拟现实 包括上一周的物联网 但哪个可能会是成为 下一个像锂电池这种 能够反复活跃的 我经过研究之后 等一会儿 您再来给我们揭晓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当时您也提到多福多 像这个甘蒙礼节这些的 就那个时候 你倾向于让大家去 积极寻找这一类的 相对来说 有确定一些 有业绩支持的这些品种 一会儿让郑老师 再给我们来说一说 他认为哪个板块 可能会有像锂电池 这样的一种潜力 薛老师 您的判断呢 你看其实我的印象当中 就之前你们三个做 就是你谨慎一点 他俩乐观一点 但是今天这一根 阳线拉出来之后 反而这两个不是不乐观 就觉得指数 好像连续突破 这个概率没有 但是您倒倾向于 这个概率反而有了 我短期看起来 可能显得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我觉得目前的 整个行情 既然是该跌不跌 那么就会向上攻击一波 有几个理由 可能支持短期会向上 来展开这样一波行情 一个是今年 你看整体的波动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0% 从年初3.4%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就是说 完成了年度波幅的 大概率事件 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 向上的一个反复 第二个判断 更重要的来自于 创业版的行情 创业版今天的走势 大家如果看一下 它的综合指数 是非常美妙的 它已经开始 创出五个月以来的高点 即将会突破 因为那就等于要开始 要创新高的这个努力去了 如果再看它的成分指数 也非常美妙 它已经开始超越了 它的60天线和半年线 都突破了 只有上等指数 好像目前还是限一点 那么创业版 在这个行情当中的 引领作用 我们毫不怀疑 所以一直 虽然前面看得比较谨慎的时候 对创业版 我们还是非常看得非常的好 觉得它会有超越 上任指数的预期 但即将到来7月份 我估计创业版的 交易量方面 可能会要赶超一下 上任指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创业版的领涨作用 会引领这个行情 向上来拓展 第三个方面 实际上整个今年的热点 并不是大家没有发现 而是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所以从前面锂电池 到最近一些高科技类型的股票 特别是在赤心股的板块里头 整个赤心股的这种活跃 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一部分资金 已经把赤心股 当作牛市来运作了 否则你根本没法理解 今天的赤心股 会炒到这样一个地步 凡是今年上市的新股 你看 开板打开以后 几乎都是一个低点 80%以上都是这样子 而且在随后 它都会展开非常猛烈的 一波向上攻击 那可以理解为 这部分资金 它已经把整个赤心股板块 当作牛市在运作 这是一个 可以说我们目前行情当中 最值得庆幸 也最让人感到兴奋的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 现在看起来还在延续 你只要看这些赤心股板块 整体的活跃程度 根本就没有下降 所以我倒想到 目前我们市场的 可能股市也需要进行 这个攻击市的改革 你看 新股赤心股明显是太紧缺了 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定位 但是那些大多数的老股票 好像又供过于求了 所以政洁会方面 我觉得今年以来 非常美妙 而且非常精准地抓到这一点 比如说像现在 强化监管 流水主席上来以后 它这一点大家要特别重视 看这两天 你看一个西南证券 一个新一证券 都被处罚了 涉及到100多家公司 而且中间它特别强调两点 今天你看一个是 关于新股的IPO 七大发行问题 第二个关于信息披露的合规问题 关于信息披露的问题 上一次我已经说到了一点 为什么今年对高速转会 如此的富有激情 有一些公司 显然专了这个漏洞 比如说半年还没过去 已经有10家公司 它纷纷推出说 我忠报 要搞10转30 10转10几 这样一个高速转 这个游戏 看起来并没有问题 但它的信息披露 可能是存在问题的 这个有关方面 可能是都需要管的时候了 包括像前面借壳 包括充足 现在都是开始 那这一个过程 恰恰就是我们市场 似乎也在进行 这样一个供给车的改革 那这个改革 会使我们的市场 更加美妙 更加健康一点 所以从这样一个判断来看 目前的行情 可能又开始 有一波相当攻击 而这个目标恐怕就是 上任指数 在3097点前面的高点 而创业版毫无问题 它将会创出一个新高 就今年的新高 您倾向于这一波 可能就会能够挑战前面的 不管2945也好 还是3004也好 甚至是3097 这可能在即将到来的 7月份里头 我们前面老有个说法 就是实际上可以改成为 五穷六不绝 七要来翻身 五穷六绝七翻身 好 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一听 几位嘉宾 对于后市 比如说创业版的研判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 既然大家觉得 下面的空间被封杀了 就跌不下去 那就要积极地寻找机会了 但是当这个几十点的 长安印拉起来之后 大家就会有点觉得说 是不是买不下手了 上面的空间是不是没有了 这些问题 一会儿再来听一听 他们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创业版 如果从上周五再看今天的话 如果说全球股市当中 A股表现得最好 如果A股当中的话 真的是创业版表现得更好 上周五就是非常明显的探底浑身 收了一个十字线 下一线这么长 然后今天的这一根中阳线 不仅仅是六十天线 什么半年线这种的 而且似乎就要去挑战 前面的这几个高点的位置了 而且再看看它的成交量 如果你说主板的成交量 是欠缺一些 但如果你看看创业版的成交量 其实还是配合的比较好的 我们来听听这个李老师的观点 您觉得创业版 算不算是已经率先突破了 所以这个空间 应该就更加的可观了 是的 创业版是突破了 但是对具体的客户 要具体分析 比如像赤心股 我感到因为现在赤心股 一高再高的理由 它就可以失送二十三十 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管理层 像对这个借口上市 还跨行业勾病 一样来做一个规范的话 如果做一个规定 一年内 这个高速站的比例 不能超过赤心股 那么风险就来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完全可能性 很大 很大 对对对 因为上市公司也要有逐年的发展 对 如果你一下子适送三十 接下去它的第二个动作 就高价大比例蒸发 然后第三步就是大股东减持 所以应该让他们也要做长期打算 持久战 不能让他们大股东要趁机做讨 这是一个 但是创业班里的真正的高科技 如果估值合理的话 还是要值得关注的 那么当然我感到 如果是对高科技的话 我们要打开事业 就不仅仅是创业班里的高科技 中小班里的高科技 护生的主板里面 也有 同样有高科技 关键是这个高科技 是不是真正的高 那么前段时间的锂电池 那个上个星期的物联网 那么我认为中国 如果从世界范围来比 中国能够领先世界的 真正的高科技 是量子通信 下个月 七月份 中国将发射 世界首科量子卫星 那么今后的量子通信的 它那个保密密钥 是任何国家都解不开的 这是中国科学院的 中国科技大学的院士 潘建伟 46岁 他的成就 足以达到 洛贝尔的程度 讲的程度 是爱因斯坦以来的 十篇大的物理学论文 而且它有实用价值 所以这样的量子通信的 这个广泛的使用呢 将会使中国领先于 在这方面领先于世界 我认为它是既有业界 又有市场 而且还有技术 这一块 可以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自好 就是在您看来 就是这个 还是要看具体的这种行业 可能有的会表现得更好 不是 如果是一般的高科技 这个炒冷饭 我感到没意思 就是要一流的 世界一流的高科技 这个才真正的政府人性 您说的这是一个大方向 既然您提到 这我还想问您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 比如说 这个也有供给侧改革 比如说宝钢 对吧 像这样的一些事件 你觉得接下来像这样的事件 会使得 比如说像主板当中的 一些跟供给侧改革有关的 或者跟国资国企改革有关的 这一类的品种 也会表现得很好 还是说市场目前来看 在存量资金博弈的背景之下 就是应该以高科技为主 就是应该以新型产业为主 我是把它分成三条主线的 就是高科技 这个科技革命 肯定是放在首位的 那么高科技里面 尽量去发掘 人们没注意到的 或者人们的科技知识不够 长期被忽视了 如果谁学习在前面 谁就赢了 那么这里边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 高科技都是一两百块的 我发现有十几块 二十块的 便宜 股价便宜 而且有的 二十块的股价 它九毛五分业绩 这个在传业办 哪里去找 这个空间 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现金技术 这是一类 第二类地方国资改革当中 通过借壳变为高科技的 比如上个星期一 物贸股东大会通过 高科技借壳 就过去了 那么上海的 好像会有一系列的 高科技借壳的事件 这是高科技的两类 第三条线呢 就是央企的改革 那么央企的一位大 和大的改革呢 它主要侧重于供给车 去产能区过剩 它不可能变高科技 它的意义在于 能够让这个 像煤啊 一些材料啊 钢啊 什么涨价了以后呢 去产能以后的涨价 涨价了以后呢 稳增长 而且呢 对我们的整个经济做贡献 对大派来说呢 它就把这个上证指数的 这个水位 太高了 所以相当长的时间 人们在等到 等待 这个日线 周线 月线 通通堂底 我认为这个时间 是不可能到来的 因为永远有 先知先觉者 抢先一步 把这个市场里面 最有价值的个股 发掘了 那么我想呢 还是要 这个三条主线 但是还是要强调 用个股来 跑赢大盘的意识 如果想等一个 舒舒服服的 整个市场都绝望 全部搁肉搁出来 让你生生力力 抄一个大底的时间 我感到是 这个机会是没有的 我们只能够 在个股里面 如果你个股都不愿做 可能今年 整个一年 就机会 就上市了 确实也有一种声音 认为说这个 没有给我抄到 比较便宜的筹码 没有给我抄到 这种历史大跌 我就宁愿看一看 就不做 但实际上 这是在曾经的市场当中的 一个市场环境 和现在市场环境 也不一样 而且如果你看 有一些个股 确实它在跌创新高 这走的也非常的强势 刚才想 这些朋友的观点呢 是发生在以往的市场 对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 有三四万亿的 国家队进去以后的 这个市场 它的技术形态 完全变了 筹码的流动性 然后浮动筹码的 这个变化 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 这个李老师的这个观点 也比较明确了 也告诉大家说 突破也突破了 但是呢 不同的行业 或者不同的个股 也要区别对待 我们先来听听 郑老师来分析一下 创业版 这稍后回来 再来给我们揭晓 你看好的那个板块 留到最后 创业版你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突破的信号吗 创业版应该算是 因为我记得上次 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 我还看了一下 我特地在万德上查了一下 我发现全球 从1月1号元旦开始 一直到上次的6月13号 你知道跌得最惨的是什么指数吗 就是我们的创业版指数 也就是说它现在涨 只不过我觉得是有点 落后于全球指数了 然后它出现了 这样一个补涨 因为它总体体量小 现在只有4.7万亿总市值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 创业版的上涨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 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做股票不能光看 创业版 中小版 主版 不是这样分的 而是应该看行业 因为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像以前我们看到 这个锂电池 它涨了又涨 在大盘那么差的情况下 就不断地创出历史新高 包括最近我们炒的 像VR板块 窄带物联网 像OL一迪量子通信等等 基本上炒了两天 好像就有点炒不动了 就炒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休息了 再炒一段时间又休息了 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最后给我想到了 应该是锂电池在很久以前 我们就看到了有国家的产业规划 那么我现在又找到了一个 可以取代锂电池的板块和行业 我认为锂电池基本上已经到头了 因为锂的价格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我觉得取代它的就是北斗导航 因为是在6月16号 我们看到了国务院是印发了 中国北斗导航的白皮书 也就是说北斗导航的整个行业 已经上升为国家的高度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讲 我觉得日后大家要选股票的话 只要你把目光放在北斗导航这个行业里面 至少它是可以跑赢大盘的 再烂的类似于这样的股票 它也是可以跑赢大盘 类似于像之前的锂电池 沾里就涨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把目光放到北斗导航上 为什么说北斗导航那么重要呢 我看了一下它的发展规划应该是到2020年 也就是说未来只剩四年的时间 它的产值呢 整个卫星的产值要做到4000亿 4000亿当中60%呢 是要做到北斗 做成北斗 那么也就是说有2400亿的产值 2400亿的产值 那么现在2015年 我看了一下只有570亿 就是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 我们有大概有1800到1900亿的这个扩展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行业的扩展空间是非常大的 另外刚才说到你说到的那个集成电路 之前我们也吵得很厉害 我看了一下集成电路的芯片啊 它年的增长率是10%左右 但是你知道吗 像北斗芯片 它的增长率是32% 也就是说要比那个集成电路要快得多 而且现在整个集成电路的这个基金 国家型的基金 都是向这个北斗的这个芯片来进行倾斜 所以拿到了这个基金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资金 也是很多的 所以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北斗导航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现在的业绩普遍不太好 而且PEPB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还比较害怕 只是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 然后第二点呢 我们看到它虽然有涨幅 但是它们的涨幅呢 跟其他的一些股票的涨幅也是差不多 就并没有显现出 它未来能够成为支柱行业的 这样的出现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进这个北斗导航的行业啊 还算是为时不晚 而且后面的空间可以去堪比锂电池 堪比2013年的这个手游板块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 这个板块它就会吵了又吵 因为有确定嘛 有国家的资金投入嘛 最后它就会变成这个业绩真正的释放 就是变成一个高估值的股票 以前那个PEPB都非常高的情况下 然后它的股价是在低位 如果你发现它的估值降低了 它的PEPB下来了 股价反而是在高位 容易出现一个头部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是建仓布局 北斗导航的最好的机会 就是说您倾向于这个板块 就可以去媲美之前的锂电池 对 那个时候您也刚刚说 不管是政策也好 包括有业绩也好 包括确实能够体现到 上市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 对 你先倾向于这个北斗导航 就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呢 其实它现在有业绩吗 它现在很多都没有业绩 就是只是个预期 对 只是个预期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业绩增速出来了 去年的业绩增速不复 变在三成左右 都是增速都已经慢慢地出来了 但是现在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说本轮行情 包括2014年启动的这波行情 其实跟200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本轮行情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增速下行 然后呢 钱很多 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是实体经济上来的 所以说它跟实体经济 是完全负相关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去找 这个估值非常低的 很值得投资的股票 其实方向是不对的 你应该找那个业绩 有成长性 哪怕它一分到一毛 那它这个成长性不得了 大家想象空间不得了 类似于2000年潮网络股 所以说本轮行情的 这个性质要得搞清楚 如果你要去买业绩好的 估值低的 可以被证实 它是一个机优股的 那很容易被证伪 因为整个经济增速是下行的 所以它反而到了一个 机优股的地步上 你就可以进行抛售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好 稍后回来来听听 徐老师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对于今天这些热门板块 比如说今天还有几个热门板块 有软件 有军工 当然更活跃的 肯定还是跟刺行骨有关系的 哪些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呢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他们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 虽然是一个普涨的格局 但总归会有一些相对来说 表现更强势的板块 在今天的盘中 这个表现更好的几个热门板块 一个是软件 这些个股都是表现得非常强势的 包括还有军工 以及次行股 这次行股确实也是跌创新高 这是今天的一些热门板块 所以在这些风险释放了之后 你看回顾6月份 这么多不确定的事件 但是我们最低点 也不过就是尝试了一下 2800点之后还能够顽强地拉起来 所以当这些不确定性消化了之后 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是可以大胆布局 还是要等待一下 毕竟它不会连续这样 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 您觉得大家这个时点怎么把握 因为股市的运作 大家一直是会处在一个 所谓远优和净率这个过程当中 6月份即将过去 6月份这么多比较重磅的一些 值得担忧的因素 实在都已经化解了 更远一些的因素 似乎还没有出现 或者大家还没有注意到 那这个时间 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运作的时机 不仅大盘有可能会有 向上的这样一波 比较好的攻击性行情 个股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个股今年一次以来 就非常显得活跃 那么关键看如何去把握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我们知道 这6月份以来 一次整个市场 似乎都成了一个饥饿的巨人 大家都在纷纷预期 今年出现这个 所谓吃饭的行情 什么时候会出来 也许这个时间点 可能就会真的来了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 更多的聚焦 在一些板块和个股方面 实际上这个市场 一直就显得非常活跃 而且非常具有活力 那么市场的运作 有市场的一个运作的逻辑 刚才郑明老师 才说的非常好 就关于从行业角度 来把握这个个股 或者行业的机会 它实际上挖掘到了锂电池 现在给大家挖掘 北条导航 北条导航我也非常看好 因为这是未来 我们中国真正能够拿得出手 在全世界面前 在整个为地球导航 做贡献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刚才李老师说到的 我们要寻找我们的高科技 什么高科技 中国一个是领先的 第二个是具有 世界级这个水平 而别的是拿不了的 那这种公司 在我们上市公司里面 已经有 而且有一批 但有些是在某一个点上面突破 有一些可能在未来 或者是在引领 整个产业都有可能 那么市场的逻辑 为什么我说呢 比如说北条导航 这一类的个股 从他们上市以来 他就享受高溢价 如果你要纯粹 从静态业绩来看 没有 到现在没有 而且我断定将来 恐怕也还没有 因为这个行业 叫大量的投入期 在投入期 你不要指望他能赚钱 但他要考虑 他的占有率 或者他未来 成长的空间究竟多大 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回头来看 目前比如说 供给社改革 包括今天 武钢和宝钢的这样一个 可能会合并重组 或者战略的合作 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 中国中车 你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类大家伙们 它的重组 究竟干什么事情 公司会称赞为 非常伟大的公司 但是股票 可能很难有大的作为 所以从这个角来讲 这些企业的改革 我们应该坚决地支持 智能上坚决支持 但是抄股票 肯定未必要选他们的 这是要考虑的 选什么呢 更多的 还是应该在一些 小盘的高科技的 这些吃心股当中 吃心股 我说可能今年是第一选择 因为不断地 源源不断地 每天有这些心股推出来 但是像刚才您也说了 就总规计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线 包括李老师也提到了 会不会管理层 有时候会叫停 或者有一些限制 或者意志 这种东西 你觉得不会影响到呢 而且我在拼命地呼吁管理层 应该抓这个事情 你看我不能说的 很多公司半年还没过完 它急不可耐地 要推出高速的 什么意思 它的动机不存 而且它这样做法 为大量的内部交易 存在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 管理层可能注意到这事情 会有相应的 比如说你这个工作 如果没有成长性 你就不能搞高速转 你发展从何而来呢 如果你新上市 你马上就搞 你这个肯定也值得怀疑 所以这方面 我相信会有相关的 但是市场是现实的 它既然这样运作 目前有这样运作的机会 那么你作为头对来讲 你当然可以去寻找 吃心股板块 所以可以列入 目前还是可以 作为第一选择 我曾经开玩笑的说 今年实际上 如果你寻找 最高价能的 几股票来运作 比如说 百元以上的股票来运作 你恐怕能够战胜 整个市场的大多数 因为现在为止 你看所有百元以上的股票 都显得非常活跃嘛 包括茅台 今天也创造它的 一个历史性的高点 所以从这角来讲 你也不要完全就局限在 这个创业板 或者是中小板 或者是竹板 因为提出高速转 目前有十家左右的公司 创业板一共三个 中小板最多有四个 主板有两个 都是十转三十 什么 还没到 中半还没过去 现在在今天6月27号 他们已经 急不可耐提出 高速转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 还是要围绕着高科技 高科技上 最近非常活跃 包括软件也好 通向 甚至一些老牌的软件 和通信公司 似乎在现在 都找到了它 运作的逻辑和理由 我相信这方面 可能把我们中国 放在整个全球 这样一个大的环境 背景 不论是它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 这样一个形式当中 去考虑 你就为什么 你看前不久 习中有些强调 要把这个高科技 提到战略的高度 实际上高科技的 这一步行情 就是从那个讲话开始 你可以发现 风起云涌的 这个势头 我估计还会延续 所以如果让我来 给大家提这个建议 一个磁心股 一个围绕着高科技的 这里面做文章 好 稍后回 李老师 7月7号可能有一个仲裁 要宣布 这个前后要注意军功 因为中国的海军 不知不觉当中 就是有一些异动 可能会有一些 在盘多的表现 海军的 空军的 航天的 这些都要值得关注 好 这也是给大家 提了几个思路 如果是军功的话 我觉得军功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做军功电子的 还有一部分 就是做外面那个壳子 比如说造船 造飞机等等 我觉得军功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军功电子 军功电子里面 北斗导航 还是一个最最关键的 一个因素 所以说北斗导航 其实也是军功的 一个部分 从这个角度去挖掘 整个军功板块里面 我们现在打仗 就是一个信息障碍 就是要看军功电子 所以大家还是要重点 关注这个行业 给北斗导航 好 稍微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选择情况 还有今天的仓位调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屏幕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736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那么在当下呢 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如何去寻找机会了 那么在我们今天 这个今日股市的微信和阿财 共同推出的阿财学堂当中呢 给大家推送的是言报 这个深腕红源的一份言报 这个报告呢 当中具体的内容也提到了 说A股啊 现在正在步入阶段性的收获期 这个文章指出呢 A股结构性的行情 正式也进入到了一种收获期了 所以哪些品种是更为看好的呢 比如像黄金 还有医疗健康 大数据这些板块 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个今日股市的微信 进入到阿财学堂 来了解这些券商的一些言报 有助于大家去能够准确的 找到一些后市 可能会反复活跃的一些 中线的板块机会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的这个成交额 包括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 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 还是有资金流入的 那么相对来说 流入最多的板块 我们来看一下 计算机最多6.69亿 交通工具5.6亿 通信和煤炭石油 都是在三个亿之上 房地产2.81亿 这个房地产 好像之前没有看到 这个有比较明确的资金流入 我们来看一下 流出比较多的 有色金属 相对来说 净流出最多3个亿 换工化线1.62亿 银行是一个亿 一电一表0.38亿 供水供气0.21亿 流出的幅度都不大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一只新股 这只新股是创业版的公司 叫做科大国创 300520 发行价格是10.05分 申购上线是9000股 明天再盘中 可以申购一下 这也是一个软件行业的 上市公司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这个 微信上的选择情况 就今天这样一个中阳线 到底算不算是一个 突破的信号 今天的比例呢 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比较平均的 就是1比1 50% 对50% 一半的人说应该突破了 一半的人还觉得说不行 咱们A股还将经受考验 那我们来看看仓位的变化 加仓减仓 上周我让我比较意外 就是空仓的比例非常高 超过了30% 我还说这个4个嘉宾都看多 但是空仓比例这么高 今天呢是仓位不变的最高 27% 空仓的也比较高 21% 减仓的也比较高 21% 满仓的不高 14% 加仓的一般 17% 看来大家更倾向于 如果我空仓了 我就继续空着 然后我先有仓位的 这个可能明天就要减点仓 当然也有最多的是仓位不变 继续再看一看市场的走势 来听听李老师的观点 您觉得现在大家是 要不要提高仓位 还是逢低介入 还是说如果你看好的品种 也别太纠结于 它有没有大幅的震荡 如果你看好的品种的话 我认为八成仓位都没问题 如果你看好的 确定性比较高的 八成都可以 两成仓位可以做T加零 但是像这种 你的建议就是 一直持股不动是吧 就当然也有高抛低吸 这样一些动作 但是觉得只要市场 没有什么风险的话 仓位重 持股待涨 都是可以的 那郑老师的建议呢 我当然觉得 仓位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看你什么仓位 对 你如果说 但是现在我还觉得 市场应该有一定的 非系统性风险在里面 就是说有部分的个股 我们看到 尤其是创业版的 创业版它没有ST的 很多的股票有可能会退市 就其他上市啊 或者说连续亏损啊 有可能会退市 所以说在这里 还是要提醒投资者 不要乱买股票 仓位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品种 这个才是关键 嗯 许老师的建议呢 也是 的确 大家都是这样的 在目前的行情 你仓位买一点 关键你选对股票 那你们觉得 现在选对的这个概率 是比较高的呢 还是觉得这个风险性 还是偏大的呢 应该是 选对的概率比较高了 对的概率比较高了